楊大壯, 為何今天連外套也不穿 今天打算不發現? 已經沒根本必要 難道你打算放棄? 如果是的話, 出去經買套餐 無謂浪費這一堂 就算我放棄 我想有個人也不會放過你的當事人 你沒看今天最新的律師名單嗎? Mova… 恭喜你 通過了大俠師公會的紀律聯訊 拿回大俠師牌 謝謝 我一直都期待可以再次跟你交手 但想不到等了十年 我現在才覺得這件案子有趣 你知道, 官司由得太容易就不要玩了 師姐, 你別誤會 我穿回燕堡不是因為我身痕疾養 而是我看到太多不公平的事 一康老闆, 一定順便奔不出來 開 袁蘇雲律師, 你可以開始 審訊進行了這麼久 與眾人毛展霜提出種種理據 一隻堅稱是我當事人古叔 挑釁他所養的狗 才被咬傷要節肢 與眾人更加聲稱 自己被狗掛傷下體 因為心理受創而道次不拒 與眾人所說的簡直是謊言 法輪堅, 我要嚴正指出 整件事根本是與眾人有計劃訓練那隻狗 去攻擊他不高興的人 反對袁蘇雲律師作出沒有根據的推測 並且已經對我當事人構成誹謗 我說的不僅有根據 還可以即場示範案件重現 法官閣下, 我已求戴與眾人的狗 Rocky上庭 袁蘇雲律師, 雖然你已經事先申請了 但本席要提醒你 如果這隻狗有任何失控 本席會立即終止你的示範 明白… 法官閣下, 我和黃大壯 可否出來示範? 批准 還我血汗淺… 有汗出, 沒糧出 還我血汗淺… 有汗出, 沒糧出 還我血汗淺… 有汗出, 沒糧出 謝謝 法官閣下, 你看得很清楚 任我和黃大壯如何舉牌叫口號 Rocky也是不為所動 很正、很乖地在等候此事 很明顯, Rocky就是一隻本性純良 服從性極高的狼狗 沒有他主人的命令 他不會立刻襲擊人 自從案發之後 Rocky就被監禁在餘龍署的狗房 我每天都去探望他 和他建立了一份信任 我和大家一樣, 都覺得很奇怪 為何這隻這麼溫順的狗 會變得這麼凶殘, 跑去咬人 後來我發現原來他主人為了訓練他 不讓他吃飽 以飢餓, 逼他聽從襲擊人的指令 經過這種虐待式的訓練之後 Rocky只要聽到他主人的襲擊指令 就算面對他信任的人 也會毫不猶豫地咬他 強烈反對 袁素人律師只要我當事人 命令Rocky去襲擊人 是毫無事實根據 偉大壯, 不用心急 你看完我第二個示範 你就會明白 我說的話, 全部都有根有根 袁素人律師, 請你繼續 Rocky 你先看一看你的前主人, 盧展翔 跟著下來, 他的前主人 會發出襲擊的指令 大家小心點 立刻, 立直, 立折… 怎麼搞的? 撒, 捉住那隻狗 Rocky Rocky 羅太祥, 要不要去叫白車送你去醫院 法官閣下, 我沒事 沒事, 大家放心, 我早就準備了 我戴了一套很安全的 剛才有一段錄音 是我偷錄了宇仲寧的說話 經過剪接而成的 大作, 你可以投訴我 不過讓我先解釋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 Rocky一聽到的主人發出垃圾 但這兩個字的指令之後 就連我這個禁信任的人 都照樣撲起來爭論我 幸好我帶了保護套 否則我的腳就像古叔那隻狗一樣 現在終於真相大謀 古叔之所以會受到 宇仲寧的狗咬傷 最後要截肢, 殘廢終生 不是因為古叔挑釁他的狗 而是因為這個無糧的老闆 這個自私殘忍的狗主毛展霜 是他此世令人 把員工的狗都不育 是他以虐待的方式 去訓練一隻本來很純粹的狗 去攻擊, 去想對付人 事實把眼前 我當前古叔被狗吐傷, 倒置節節 令他身心創傷的一切損失 毫無疑問 都應該由宇仲仁無展霜 負上一切的賠償責任 老闆, 全放大狀 謝謝你幫我打贏這場官司 小小心意 不用客氣了 太郎, 謝謝 謝謝, 謝謝你和弘大壯 幫你兒子拿回公道 其實拉茲茶餐廳的伙伴 一多謝你, 全靠你肯出庭指證 勞資審財處已經裁定 無展霜無理解僱 違反僱傭合約 已經要他把所有人工的伙伴 因為這個無糧老闆 沒心思打理這盤生意 所以茶餐廳要倒閉 還有, 你知道嗎 拉茲茶餐廳的國語發音 拉茲拉茲, 真是垃圾的意思 那真是改壞名, 那間茶餐廳倒閉後 他會不會乘機不賠償 到時那班伙伙怎麼辦 放心吧, 媽媽 根據法例 如果僱主過了工之期七天 都不出糧的話 不僅要給你吃, 還是刑事 要罰款三十五萬兼監禁三年 他這麼拖倆, 追到他甩褲 沒錯, 他把我的腳弄成這樣 正是賠償已經益了 沒這麼益 無展霜因為涉嫌指使所養的狗 傷害他人 已經被律政署刑事檢控 分分鐘要坐牢 這些真是耳眼報 這次真的要謝謝拉茲 和黃大狀就真了不起 你千萬別這麼說 我女兒應該謝謝古叔才對 為什麼呢, 媽媽 我知道為什麼 小姐, 你是不是經常想拉茲復牌 就在這件事 激起了露表把火 令他自己的心肝復牌 以後由拉茲和女拉茲相見不合璧 幫我們深水埗的人民 爭取法律權益 我們還不輸贏, 乾杯…